我现在在木工坊咖啡吧工作 我在木工坊咖啡吧主要的工作 是外场服务 迎宾 最开心的地方是迎宾 人多 很热闹 将来我要成为一位咖啡师 干到60岁 在这里干到60岁 这边的小孩子虽然他们对于你教给他的事情通过自己的一些练习已经是做得挺不错了 但是当人员特别多的时候他们毕竟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偏差 那么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到他们一些小的提示和小的指引 通过这里的学习它以后可以自食其力 然后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 最大的转变 第一个是我觉得小朋友会变得比较有自信一点 第二个是小朋友会更加的阳光 那我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的发展达成一个可不执行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投入到这样的环境当中来